国内疫情持续延烧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陈时中在12号确诊 也在昨天也确认了相关接触的人 包括社区防疫组的薛瑞源组长 他在14号确诊了 而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 王碧胜已在14号染疫 另外发言人庄仁祥已在14号 知道自己确诊的状况 那么根据了解 就有人爆料说 在疫情大爆发之后 整个卫福部内部感染的人数是非常多的 这感染率是达到10%到15% 就有人形容就像是疫情的闷烧锅一样 因为不只是这些工人员确诊 那时候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孩子有都相继染疫 像这样子还有多少未爆弹呢 目前还没有人说得准 不过根据了解 最近这个Omicron的BS跟BA5相继的 进到台湾 就有人开始担心 随着这个边境的疫情松绑的话 会不会有些问题 而对此中央型指挥中心的副指挥官 是特别提到 只要是登记都必须要附在自己的 48小时的PCR证明 另外入境的时候呢 也会要求要PCR 因此这两个关卡将会言和把关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